你是不是也以为,喝标榜着无糖、林卡的饮料,就完全健康,还能帮助减肥? 小心了!你为了身材所做的这个健康选择,可能正在让你的大脑,付出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代价。 一项发表在权威期刊《神经学》上,来自巴西的,超过一万两千人的大型研究,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看法。 研究发现,那些每天摄入超过两份人工甜味剂的人,这里的一份,就相当于一罐无糖汽水或一杯调味酸奶,他们的大脑出现了明显的加速衰老。 这个代价有多大呢? 研究将其量化,相当于让你的大脑,额外衰老了整整1.6年。 并且,研究还特别调查了市面上常见的甜味剂,点名指出像阿斯巴田、糖精、安塞蜜,以及赤险糖醇、木糖醇等糖醇类,都与这个风险有关。 更有趣的是,研究也发现了一个例外,一种叫做塔格糖的甜味剂,则没有显示出这种关联。 更重要的是,研究还特别指出,这种大脑加速衰老的效应,在60岁以下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中,表现得最为明显。 当然,我们也要严谨地指出,这项研究揭示的是一个非常强的关联性,并且强调的是高摄入人群。 偶尔实用,并不需要过度恐慌。 但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,无糖并不等于无害。 下一次,当你拿起一瓶无糖饮料时,不妨翻到背面,看一眼成分表里是否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阿斯巴田、安塞蜜,或各种糖醇。 或许,一杯真正的水、清茶,才是对你大脑更长久的投资。 你平时会选择无糖饮料吗?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。 我是逆龄研究所,带你速递前沿医学。